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Parsons 还活着他死掉 所以这当代理论的展期只要从Parsons开始 大概甚至Parsons 以前都叫当代理论 其实以美国为主的 一般在美国的说法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Parsons的文章 有关知识社会学的文章就几篇 然后讲的也不多 所以可以这样子 Parsons 大概几篇文章 都在这几个他的文集里面 因为现在在我那时代 就已经很多人不念Parsons 所以好像也没有 他也没什么太大影响 但是我认为为了这个课程的完整 我们必须稍微了解到他的这个 他在1954年的文章就说 能够合理的解释 有关人的利益价值跟经验的概念 一个命题就是思想 因为很少人对思想有做出清楚的界定 然后这个思想有三种类型 一个叫纯有的思想 Existential Idea 是表示描述或分析外在世界的实体跟面向的 那最后分为经验的跟非经验的 经验就能够以经验科学方法加以验证的 那其他就是不是的 因为在当时哲学界有一些考量认为要扫除悬学 或者扫除形上学 因为形上学完全没办法验证 所以Parsons在这里显然是在回应 或综合了当时的这些说法 经验可以验证固然是我们研究对象 非经验的呢 至少也不能排除 就是至少是不同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叫规范的思想 这个如果是事实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评价或价值 那这是命令史 另外一个它有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有想象的思想 这是和行动者的态度跟情愫有关 这是靠Imaginative Idea 这里保留了另外一个领域 所以这是思想的三个层次 一般看到都是存有的或者规范的 很少人想到想象的思想 好那另外一篇文章是1959年文章 叫知识社会学的一种探索 它的做法 因为它在一般社会学被认为是叫结构功能论 大概在五年代末期六年代开始 它就被认为是一个保守势力的卫护者 结构功能论呢 就慢慢被激进的学生所抛弃 所以1959年还好 它还是当红的 到了1970年代 大概你讲Tohar Parsons就没有人要念了 所以我刚回来教书的时候 1980年代为八 台湾也认为有些人受到老师的影响 书都没读 老师有没有读我也不知道 但学生绝对没读书的 就说老师你为什么还教Parsons 不是他已经落伍了吗 我说只有书有读跟没读的问题 落伍有的时候只是你的老师没教你 不一定要用这种态度 不一定 我觉得了解一下有帮助 Parsons的思想发展要几个阶段 其中有个阶段 中间阶段 它把系统分成四个 很奇怪 一旦把它叫做结构功能论之后 它其实谈到很多系统 但没有人叫它系统理论 一直到一个受它影响的一个德国人 后来发明了系统 社会学里面的系统理论 那叫Nikolas Luhmann 但Parsons没有人叫它系统理论 他把整个行动分成四大项 他的行动不是个人的行动而已 他的行动概念很大 有文化系统 社会系统 然后这个呢 他就没有叫人格系统 个人人格跟行为有机体 他画了一个类似 这边一个格子 这边一个格子 一个四个格子 像中国人写器具的器一样 就是扫了中间那个犬子 四个格子之间相互的关系 总共有六个关系 那这个文化系统跟社会系统之间 彼此有什么样的联系 这样子 那这里呢 他就另外一个 知识社会学是社会系统跟文化系统 相互的关系 也是相互的渗透 你看这种话 渗透是一个自然科学的现象 那叫interpenetration 你你你中我我你中有你 然后这个社会系统呢 刚刚 文化系统跟社会系统 又可以再细分成四个 它永远可以无限细分 细分四个 也可无限地变成 这四个变成另外一个大系统中间的一个 一个可以变成四个 四个可以变成一个 就是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社会系统 就刚刚那个的社会系统 又可以分成角色 集体规范价值的四个东西 然后文化系统的四个要素是 角色相对应于经验 存有思想模式 表达浮相化的模式 评价的模式 意义基础的模式 所以这个呢 就已经慢慢变成没有意义了 就是一种 一种他自己才懂的一种分类学了 那价值呢 就是可可遇的 Conception of the desirable 只要人们想要的 可欲望的 那个都叫做有价值的 这是一种在操作上 比较容易做的一个观念 这是个人类学家 当时他朋友叫 Clyde Clarkon的一个观念 那价值跟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 因为很少人谈价值 我们在知识社会学里面 在Mark Schiller 有一些文章 是从哲学立场去谈价值 大部分都没有人谈 第一个是经验思想 意义基础表达浮相化 这跟那个思想的三种分类 有一点关系这样的 经验思想就是那种存有的意义基础 可能可以被解释为这个规范的 然后这表达浮相化 可以被解释成想象的对应上面 然后价值跟其他非文化因素 包括规范集体角色 刚刚说过这个都是 这四个是社会系统里面的四个次系统 大概就是这样 他要只提纲切 你提到这些 基本上没有举什么证据 所以像这样的东西 对一般人来讲很难了解 那你要去做研究 你就必须去掌握什么是规范的 什么是集体的 什么是角色 什么是价值 才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下一个就讲到Barber 要讲Barber的原因 实在有点搞笑 也不好意思 因为我当初到各大上的第一门课 第一学期上的课 就是Barber的知识社会学 因为我喜欢知识社会学 我去上华知识社会学 我们很多人上知识社会学 但是后来发现Barber老师 一学期只上一篇文章 叫我们读很多书 但他讲法都是那篇文章 所以后来还考试 我们是大学部跟研究所一起修的 所以后来就发现这篇文章 因为他讲的都在这篇文章里 但他当然引申了很多具体的例子 美国老师的特色 至少我碰到了 都不是在概念跟概念中很绕 我们想象的 没有他都告诉你很多例子 很多很多例子 就根据一两个原理 来讲很多很多例子 所以对于一个当时像我那样 我是希望多学一点理论 而不是多知道一点例子 这当然是我当时学习的一个态度 我个人觉得现在回想是不对的 现在回想 当时觉得老师真没学问 怎么就交一篇文章交易学期呢 现在了解到说 如果一篇文章交易学期 能够让你把生活观察到 都用得上 这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所以不同年龄有时候看法不一样 他这篇文章叫知识社会学的新看法 知识社会学应该跟一般社会学整合 这点我也从意 系统中分成三个部分 一叫社会结构文化跟人格 你们觉得这跟Paris是很像吗 对吧 就是缺少了一个心理的部分 然后知识社会学是研究文化次系统 连用词都很像跟其他文化次系统 或者社会结构次系统跟人格次系统之间的关系 所以你要想象这边是一个社会系统 这边是个文化系统 这边是个人格系统 它只有三个没有第四个 然后这文化系统里面又可以分成三个 然后彼此之间的关联 就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呢他的书里面就有这个表 他每次上课也一定先画这个表 在黑板上 然后开始讲 那我们在各大只有一小时五十分钟 是一堂课 一个学期 一个礼拜一次 他一定先画这个表 写的还不一定完整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这篇文章 大家都欣喜若狂 觉得终于每次表都画的不一样 这次终于有一个母本了 这个叫做社会结构文化跟人格 他是这样的画 他不是画像Parsen一样 像写一个中国的气那样的字 四个角落四个方格 不是他就这样叠起来的 有点像千层派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个社会结构 就有所谓的社会化 或者教育结构 经济结构 政治结构 这个分层结构 或者科层化结构 不是科层化 阶层化结构 这叫亲属结构 沟通结构 组织结构 或团体结构 这他所谓的社会结构 为什么这样分 他也不跟你解释 就是大家好像习以为常 第二个叫文化 文化呢就是意识形态 不管是结构的 或者是固定类型的 文 意识形态 科学 宗教 价值 哲学 语言 艺术 这个就像马克思 或恩格斯所说的 上层建筑东西 所以这个是 马克思所说的 下基础 或者下层建筑 这个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上层建筑东西 然后人格 他就几乎没有讲 这个表格也没举例 所以这个 知识学就是这些东西 两两之间的关系 各种可能的搭配 那这是原则上 所以你 真正在落实在日常研究 日常生活里面 或者各种研究里面 就看看你要研究哪些的 比如说意识形态的社会化的结构 跟社会化结构 这些关系 像我们念书的时候 一定要念三民主义 那时候在戒严时期 那个就是一定要有的 可是那个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一直都说 我们那时候大家都念三民主义 怎么会出现台独思想呢 理论上这不应该出现 对不对 灌输你都那个 那这能出现 那就显示 思想不能做完整的控制 简单讲是这样 到处都一样 没有一个思想 是可以完整控制人民的思想的 所以这就是他的 社会结构文化跟人格 其实人格又都没提到 前面的文字部分 也没怎么提到 这边讲知识研究文化系统 跟社会人格式系统的关系 人格系统 他连举例 这是他的图 我只是重新画过 你去看 就人格这地方 他假定有 但并没有写出来 然后知识成绩 他有三个原则 抽象性越高的 系统性越强的 广演性越强的 那这个跟孔德 知识成绩分类 是很有关系 但是他并没有提到这一点 我们老师也不读孔德的东西 就告诉你 知识成绩这样分 这个以前 一直没有人这样子 做分类的时候 没有人这么说的 所以他好歹算是说的 稍微至少说到 至于广演性 系统性跟抽象性 各自代表什么样关系 就不知道 那这就是 巴伯的说法 这是我第一次 上知识社会学 非常失望的时候 接下来是我的老师 上了他 三门课 Merton 我上了是科学 社会学 因为那时候到美国念书 你总想 我到了美国来了 我要想学的东西 不一定有 有些研究所 这跟大学部不太一样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有几个 中国同学 大家就讨论了 因为我们来了 就应该学人家 最强的东西 而不是我要学的东西 这跟你到饭店吃饭不一样 你到饭店吃饭 你可以永远吃 你最喜欢吃的东西 但是你要不要尝试看看 吃那个饭店最拿手的菜 这个我们当时 没有这样的概念 我觉得这是比较糟糕的 后来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 你就觉得对啊 我今天来了歌大念书 那歌大这时候 最强的是什么 我应该把这个学到 而不是我要学 我想学的 像知识社会学 当时是这样 那我们莫德老师呢 是一个头脑 然后一直到七十岁 都还非常清楚的人 别忘了 我那时候才二十几岁 我很难想象七十岁 是怎么一回事 我现在已经六十一岁了 我可以慢慢想象到 七十岁怎么一回事 但是二十岁的人 看七十岁的人 觉得他很老 他又有一点 Parkinson disease那时候 讲话时会抖 大概又怕血糖太低 所以常常上课上了一半 会把糖果剥开 然后含在嘴里吃糖 他的学问呢 真的是非常好 然后记忆也算很好 所以常常上课上了一半 他就跑出去了 跑出去了以后呢 他的研究室就在隔壁 他有一个秘书 我觉得最羡慕就是 他有一个秘书 帮他处理一切问题 Mr.Smiles 我们所有跟老师 要那个老师的文稿 什么都是Mr.Smiles 打点的 他只要坐在里面就好 我到现在三十一年 也没一个秘书 坐在我门口 帮我打点一切 那样我日子 可能会比较不一样 但总而言之 老师常常就出去以后 没几分钟就回来了 就拿了一本书 说刚刚啊 同学你报告的那个问题 我在1936年那篇文章已经提过 你看我在1936年那篇文章 第几页 那个角柱里面 我已经说到这个问题了 我们所有人都这样 1936年 OK 他就记得这些事情 然后他常常会插话 你在做报告 我们不像我上课 都是我讲课 但是老师叫学生报告 他坐在里面听 通常听到一句话 他就可以再讲十句 所以通常学生都报告不完 所以我们后来也知道 上他课最轻松了 你不必准备好 因为他永远可以帮你讲完 那当然后来莫敦老师 有一天 所以有一个人得了诺贝尔奖 经济学奖 叫Robert C. Merton 说不会吧 是我们莫敦老师的儿子 莫老师的儿子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是Robert K. Merton 他是Robert C. Merton 然后听说那时候报纸上 美国的报纸 就写说 哎呀 Robert Merton得了诺贝尔奖 很多人认为 割大的这个Robert Merton 应该得诺贝尔奖 虽然没有一个社会学奖 因为Robert Merton 我们的莫敦老师 在1970年代 有名到被纽约客杂志 当作封面人物来介绍 然后称呼他为Mr. Sociology 社会学先生 这是很大的荣誉 这个社会学界没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荣誉 这个荣誉来自于 第一个他发明了 他的社会学概念都很容易了解 而且真的会让你觉得 啊真的 第二个呢 他真的非常勤奋 他发明了社会学里面 有一个字 发明了 后来变成日常生活的字 就在英文里面叫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这中文有不同的翻译 自我应验的预言 自我自圆其说的预言 这个字是他发明的 这个字是他发明的 后来变成了这个 日常智慧之一 社会学家有几个人能够发明一个字 然后让大家传送不绝 这个真的是贡献很大 所以这是我莫敦老师 那莫敦老师的书 中国大陆有一个学者 山东大学的林居任老师 我最近去年 去年对 去年开会认识他 他的书我早有了 他买了一本送给我 而不是 我到 后来他邀请我 我们认识以后 相谈甚欢 因为我们的几个研究领域是一样 今年三月我去 他就买了 就签了名送了我 他的书 我也送了他 我的书 他研究我们 不过他没见过我们莫敦老师 我见过 不我不只见过 我还要访问过他 为了当地报纸 然后这更有名的书是这本 叫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这是在当时代 七零年代 没有人不读的书 因为这篇每篇文章都很重要 莫敦老师 常年写的关系社会学书 那很多书已经变成 书中很多概念 已经变成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这有中文译本 很大一本 跟这个英文译本差不多大 我这本书是在书店门口捡到的 美国大学生呢 很多人非常奢侈 常常自己去买了书 买了书以后呢 回家以后 那个要清宿舍 没地方摆 就会把书摆在一个箱子里面 本来想卖到书店 大概书店没开门 他就干脆就摆在那个书店门口 他人就走了 有的时候他会留一个条子写free 就比较这个东西你爱拿就拿走 我有一天就经过书店门口 有个礼拜天就看到一箱书 我看左边看右边都没有人 然后我正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人问我说 这书是你的吗 我说不是 然后他就把一本拿走 于是他把一本拿走 我就把一箱拿走 这个书就在那箱里面 我老师觉得不可思议 还金装本啊 买金装本很贵的 那时候是17块9毛5 所以我就 我的这本书的来历 就是在街上剪到的 那Merton的专长 他博士论文是写 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这跟那个Merton 跟韦伯的研究是有点关系的 那这个有早期的译本 跟这个后来的译本 中译本 这都很晚了 这都已经在这个事情之后 然后这个 他的最有名的一个领域 科学社会学 基本上在社会学界 是他创立的 这他的科学社会学的文章 累积起来 你看跟另外这本 差不多吧 我们考科学 我们考那学科考试 学科考试 科学社会学跟知识社会学 是同一门 我就考了这一门 光看这本书 所以这本书 我看得非常的认真 我几乎每一篇文章都看过 而且还做了笔记 这是科学社会学 所以我当初回台湾 也是教科学社会学 后来就不教了 然后这科学社会学 后来也有中文艺本 所以有关默顿老师的书 基本上现在是 大部分中文艺本可以看到 但他后来的一些想法 其实蛮重要的 但是就是因为他年纪大了 还有不是有名的出版社出版的 所以好像就没有受到相对的重视 有点可惜 我好像在后面会稍微讲一下 他的有一些概念 有一些是我们亲自听他演讲提到的 那个他就叫做 Oral Publication 就是口头的发表 我们很多人认为口头发表不重要 但是你现在是一个图像时代 其实你不写文章 你在Facebook上面 或者在哪里 直播发表出来言论 其实也具有同等的效果 甚至也可以像书本一样 不断地被翻阅 不断地被重新地去看 所以那个影响力 应该是考虑进去的 尤其像我们的课是录影的 你以前的课上完一次 你上不到 你就错过了 现在基本上就是看你要不要看 你要错过的可能性很低 就算是你有一个礼拜 不在台湾 人家告诉你 你要去看那个市议员咨询 谁的时候的那个YouTube 然后YouTube点击率就非常高 对不对 所以现在基本上你大概 只要你愿意 你大概没有错过什么东西 尤其我们在台湾 什么都可以看得到 不会被撤下来 好 这我们一开始有讲过 他对知识学最大贡献 就提出了这个分析典范 我上课在安排某些顺序的时候 或者在阅读的时候 基本上也遵照这个 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回到那堂课去看 那这十七世纪 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是他的书 主要的内容 简单讲有几个概念 一个就是焦点的转变 每个时代的风气 在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 意见气候 the climate of opinion 认为每个时代 有每个时代的意见气候 climate of opinion 就是学术风气 或者注意风气 然后这个风气会随着 不同时代会转变 所以有时候当红的是什么 有时候当红的不是什么 那注意焦点改变 十七世纪就是科学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 大家关心的话题 那他就提到清教跟科学的关系 还有军事跟科技的关系 那这个 这个他的论文我没有认真去看 所以我得到的都是简单的 粗略的概念 我们也在这里没法多说 然后另外一个呢 他很有这个特殊的地方 就强调这ethos of science 这ethos呢 是一个很含混的字眼 原来是个希腊字 有人不能翻译 只好把它音译叫艺术 有人就翻成规范 风气 什么脾气 什么之类的 你查字典的ethos 有这样的意思 那他就提到科学界的规范 后来用比较多的是规范 norm这个字 他认为科学界有四大规范 自然科学界特别是 然后因为那个字头可以变成kudos kudos就是一个赞美赞赏的意思 这是指一套约束科学家 带有情感价值跟规范的综合体 就是叫ethos of science 第一个叫普遍主义 就科学的任何真理主张 不论来人如何取决一套 事先设定 不应个人意识而转移的判准 这是科学的所谓的这个普遍主义 一般人会不会有客观性 所以不管你是谁 你只要做出了一个结果 这结果会被验证 科学界就会承认你 当然这个一直有那个造假新闻的 造假研究数据的 有这样子的情况 第二是共享主义 共享主义他用了一个communism这个字 所以引起很多人的这个不爽 所以后来就用了communalism 意思是一样 科学的发现是社会分工合作的结果 应该跟大家分享 不应该尝思 这个就是共享主义 其实现在大概就是共享主义 不一定要用共产 所以我这边翻成共享 用communism真的会引起一些误会 第三不骗不挡 科学界很少有欺骗 科学监督审查很严格 当然你可以骗得了一时 骗不了一世了 应该认真讲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是有系统的怀疑 叫organized capitalism 有证据才相信才怀疑 以经验跟逻辑判准做严格的批评 那很多人认为你这是一个理想状态 科学界其实不是这样的 然后就是有这个理想状态 才对于这种违反这种理想状态 才能有处罚的标准 不然你造假 你处罚人家干什么 就是因为大家都相信这个 所以科学相对而言被认为是民主的 另外一篇文章讲的是 self-in-prophecy跟suicidal-prophecy 这是我根据他的内容所做的一个图表 我这样图表就能看出更多的东西 因为Mertrand老师还有另外一个概念 1936年的文章 叫有益社会行动的意外结果 或者是预期之外的结果 有人说这叫什么 其外结果还叫什么东西 有一个翻译跟中文的那个有关 这里面就是一个预言跟最后结果 预言实现跟结果实不实现有关 我就画在这边 预言说他会实现 结果也实现 叫自我应验的预言 预言说他会实现 结果没实现 就表示这是有益社会行动的后面结果 预言说他不实现 结果他实现也是一样 有社会行动意外结果 预言说他不实现 结果不实现 叫自毁的预言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次选举 有人就赌谁会上 谁不会上 如果我输了我就送鸡排 所以全台湾现在鸡排 吃到大家都恶心的钥匙 当然衍生出来说 那个领鸡排的都是什么什么 临时演员什么之类的 就出现了很多跟对鸡排来的这种评论 我觉得有点夸张 也没有太大意义 这里面用这个图表就可以想到这种结果 所以我很早就有这个想法 所以后来发现我们墨顿老师有两组概念 他没有把它摆在一起 我把它摆在一起 这里面讲到了预言的一个重要性 特别是实现跟不实现 尤其每次我看到人家对未来预言 我都会想到这个 这个就是我亲眼 亲耳听到他演讲的时候 讲到时间社会学的一个概念 就时间到底跟社会结构什么关系 我们的时间概念 那他用了一个字 他最喜欢用完以后 用这个字头缩写 叫Socially Expected Duration 叫SED 叫社会的延续的期待 社会上期待这个事情要延续多久 他先做分类 很多的概念都先做分类 结构的 有结构的或者制度化的延续的期待 叫Structural or Institutionalized Expectation of Duration 时间的延续 正式制定的 譬如由结构的权威跟权力加以支持 延续性是可以预期的 譬如说在监狱里面 你被判刑了 判刑几年 缓刑几年 这都是有法定规定 学校 你一个学校念几年 如果你是被开除 或者你要留级 这种军队也是一样 这通常都是可以预期的时间 另外呢 叫集体的延续的期待 延续的时间 相对上比较不确定 比结构的不确定 譬如战争延续期间 战争要打多久 没有人知道 当初很多人到台湾来也是一样 都认为短时间 就会回到大陆去 抗战顶多八年 中国人打中国人 那能有几年 所以当初有些人是这样想的 没想到这一相隔 时间就很久 当然还有一个可以搞笑的 爸妈我出门了 我去打八年抗战了 你出门去打仗 除非你后来才知道那是打八年 在你出门之前 你不知道那战争要打多久的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这个战争期间的延续 所以你看有些西洋历史 什么三十年战争 什么战争 那都是把时间摆进去的 最近是一次大战刚好结束一百周年 第一次是延续了多久的问题 第三呢 是人际跟社会关系中定型的时间期待 譬如比较不亲密的关系中 时间的延续是可以预期的 像商业时间 你进入Seven不会太长的 如果你不抢劫 抢劫时间要更短 所以进Seven的时间是 因为那不亲密的 你到学校的时间基本上也是 比较亲密的关系 那你时间延续就不可预期了 你跟朋友约吃饭 那如果还迟到 那如果还那个 你就不知道到底要持续多久 通常说你今晚不用等我了 我有钥匙 就告诉你这时间延续是不可期待的 当然有的人去某些 可以期待的关系 说一个小时后打电话给我 如果一个小时没出来 你就用电话来拯救我 如果是相亲 有的人是这样做的 所以社会结构跟时间是很有关系的 但是它没有再继续的 有更深的研究 有点可惜了 另外一个是它讲到科学界的 它提出叫马太效应 Matthew effect 马太效应这个马太 Matthew怎么翻成马太 是因为最早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 叫利马豆 马豆呢 这个翻译在不同的欧洲语言 就不太一样 利马豆因为在意大利文叫 Matthew 在Matthew Matthew听起来就叫马豆 所以叫利马豆 所以天主教翻译 翻译Matthew这个字的时候 是翻成 那后来在英文它就变成Matthew Matthew变成Matthew 所以利马豆就没有变成利马太 新教的翻译就变成马太 所以有一个人叫李提摩太 Timothy就是李提摩太 那这个马太效应是这样 那马太效应出自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其实马太效应就是锦上天花的中文意思 你讲成英文就不得了 马太效应听起来非常高大上 其实就是锦上天花 你看这原文是这样的 说门徒前进来问耶稣对众人讲话 为什么要用比喻 为什么不直接讲 耶稣回答 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那别人听了这个比喻会听不懂吗 你的门徒听了就听得懂了吗 好像一个通关密语的样子 好这是前提 说凡有的还要给他叫他有余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所以发现科学界只有这个现象 越需要钱的人 常常是拿不到钱的人 越有名的人 其实是越不需要钱的 但他能拿到最多的奖赏 后来莫登老师在 我们还在上课阶段 就拿到一大笔奖金 奖助金做研究 美国的教授呢 拿到奖助金做研究 就可以不要上课 各位当学生不太知道 上课对于教授生涯的折磨 第一个折磨是要准备很多东西 跟我们的兴趣并不是特别相关的 第二个是那个时间 我们的时间尤其年纪越大 时间越来越宝贵 花时间在讲一些我们都知道的事情 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我们希望能够创造性强一点 重复性少一点东西 但是这个学生立场跟我们不一样 学生跟我们学的都是新东西 我们可能讲了31年 学生可能第一次听到 那所以你会觉得很新鲜 我不会觉得很新鲜 马太校园就这样 所以如果我能休假 拿了一大笔钱休假 学校也很高兴 不用给你钱 各位知道 美国的研究是 你的研究者可以拿很大一笔钱 不是只有台湾的主持费这种 吃不饱饿不死的 所以台湾很多老师拿到国会研究 大家继续要教书 美国老师拿到一大笔钱 不必教书的 那年就不用教书 学校也不用给他钱 他就还能活下去 还能请助理 还能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然后这个研究呢 往往在几年后 会变成一本书 然后这个书呢 就会影响学术界 这是认真的 理想上的一个作用 所以年轻的老师常常去申请 申请不到 申请不到奖助金的 这种大笔的奖助金 因为还不知道你能做什么 要看一个潜力是很困难的 但这个老师已经有名了 你给他钱 你可以保证 但是他能产出的东西 影响力是比较大 所以这就是马太效应 那至于有一行动的 有一社会行动的意外结果 这个文章 他后来就简称 UCPSA 就这几个字的字头 除了介细词之外 那为什么有些行动做出来 结果行为不如你预期 像现在民进党在检讨 为什么选举会失败 因为觉得应该不失败啊 所以那这为什么呢 不是讲 这当然不是在解释 民进党的事情 这是在解释 所有这种 为什么事情 会有意外的结果 一个就是因为你无知 你完全不知道 这个发生的情况 所以会有这个情况 第二是因为错误 估计错误 你的知识是错的 无知是没有知识 那错误是你的知识错的 比如说如果你有民意调查 那显然民意调查 你自己都挑那个对你有利的来看 你不看其他的 尤其你应该看敌政营是怎么做的 那可能是最接近真实的 第三 当下急迫的利益 遮蔽忍的眼 你不希望看到真相 第四 只考虑到满足当下行动必须的 基本价值 而价值的满足导致价值的放弃 你没想到这个应该更大的价值 不是你这个党能够持续下去 而是人民能够在民主之下活得更好 譬如说 民主价值就是基本价值 结果你没有满足基本价值 你满足了一个你的政党的价值 那接下来就是 Self Defeating Prediction 这就后来它叫做 Self Defeating Prophecy 就是因为你说了 所以那个事情就不会成 你说是大家都会当选 然后大家想说他既然那么稳 那我就不要去投票 少不了我这一票 这也可能是其中原因之一了 这是我们从事后来看 所以为什么有益受益行动 没有这个意外结果呢 常常就这样 比如说有的男人女女交往 就觉得会白头偕老 那为什么后来没有白头偕老 你可能可以从这五个方向来找原因 不过这是他的1936年的文章 非常非常早 他还在读研究生阶段的文章 另外一个跟我们大部分人都有关系 他叫做社会学的两难情境 他特别要强大社会学是因为在心理学 或者在精神分析里面 因为有的心理学不承认精神分析是心理学 我像我的大一的心理学老师 就完全不承认精神分析是心理学 我们说老师教不教弗洛伊德 说弗洛伊德不是心理学家 那个老头非常生气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高中生 毕业的人会知道弗洛伊德 不知道其他任何心理学家 那弗洛伊德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讲到psychological ambivalence 讲到爱恨交织的这种两难情境 那我们的莫登老师因为要强调这是社会学 也有这个两难情境 所以就写了一篇文章 然后发明了这个psychological ambivalence 有一套文集也是这个名字 基本上要强调的就是社会地位相关的这个社会角色 是界定的相互冲突的规范 这个叫做角色紧张 同一个地位所扮演的角色的要求 让你很难很难 比如说你当学生 某假的老师的课是不点名的 某一老师的课是要点名的 然后还要考其中考的 请问你会去上哪一个课 那不点名的老师可能上的比较有趣 点名的老师可能上的无趣 但是为什么你往无趣老师那去呢 因为你考虑到点名的问题 这是一个啊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老师其实也教的不好啊 没有他想象的好啊 这是另外一个 第二在一个社会地位主宗 某一个地位价值跟利益相冲突 比如男女在家庭跟地位中 这就叫角色冲突 你的不同角色的要求不一样 比如职业妇女 职业也要求你进职 家庭也要求你进职 你都分不开生的时候 就有这个角色冲突 你到时候没办法去接小孩怎么办 所以你要找一个工作要比较自由一点的 比较有弹性的啊 像我们开会有的老师就四点钟去接小孩啊 所以你开会超过四点 他就要先跟各位告辞 然后去接小孩 男老师女老师都有啊 现在有的女老师小孩大了 所以这问题也比较小啊 那当然有人没结婚啊 这男女都有 那也没这个问题啊 或没小孩也没这个问题 第三跟某一个地位相关不同角色相互冲突 所以这个是讲到角色冲突的问题 第四 一个社会成员之间文化价值相互冲突 文化价值 比如说一对夫妻啦 或一对好朋友啦 大家对同婚的概念不同 在台湾现在大概就没办法交往 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 所以女方跟女方家长都支持 都反同还是支持同婚 然后那个男生他的那个 就是那女的未婚夫吧 立场不一样 结果两人就撤了 我想哈 已经到了地步还要撤了 就撤了 文化价值 文化冲突 就规范跟反规范的问题 还有就是规范反规范 就是你在路上啊 看到一个人受伤 你要不要帮助他 有的人会毫不迟帮他 有人会怀疑说 我帮他以后会不会被告 我刚回台湾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说 他看到机车骑士受伤 就打电话给那个 然后还把机车骑士送到医院 结果被赶来的家长 那个家属认为他就是造货者 他觉得冤枉了不行 像这样的情形 第五 文化的期待跟社会结构管道冲突 就是文化结构跟社会结构的冲突的问题 这就是他那个著名的加加减减的那个 号称是偏差行为的那个表 那其实不是偏差行为的类型 其实不是 第六呢 就是生活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社会 必须考虑到不同的文化价值 像移民、编辑人、参考团体 跟成员团体的冲突 这些都是社会学里面 你会看到跟社会学有关 但不是社会学界的 而社会学本发明的相关的两难情境 另外一个跟知识有关 就是说我们常常知道社会有规范 常常忘掉的社会 同时也有反规范存在 所以社会角色是规范跟反规范 动态组合而成的 主要的规范跟次要的反规范 将相互影响的行为并造成两难 所以有时候你要说服别人 你就可以从规范跟反规范 让他产生道德冲突 也许他会做某些对你有利的决定 那他自己 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举例子 说这个规范跟反规范的 就是第四项 美国人相信 其实不止美国人 他的研究 人人都应该努力成功 但是你是什么人 比你成功与否还重要 所以常常有些人会说 哎呀我怎么样 就没有成功 我说那不是啊 你只要努力的就是成功 像譬如说有这样的 家庭呢是我们的基本制度 也是国家深深核心 但是商业是我们重要的制度 然后国民的福利要靠商业 所以其他这种反处都是商业要求 所以这个呢就是规范跟反规范 诚实最重要 然后在商业商 生意人怎么不留一手 又不是傻瓜 这就是反规范 正式场合都一定要谈规范的问题 非正式场合那就不是 那这边还有一篇文章是讲到 欧陆的知识社会学跟美国知识社会学的差别 那以上就是我们莫登老师的部分 跟知识社会学的部分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社会学生 下午写社 订阅社会订阅社会 愿者订阅社会订阅社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